现在子弹头的最后的行踪已经确定 但要想从魏家那边将人弄出来无异于天大难事 之前我尝试联系魏家那边了 魏家嘴上说会帮我们找 但很可能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所以你们一定不能轻举妄动 再等我的消息吧 我知道当下局面 辛苦留总了 挂断电话后 我朝着阿七苦涩一笑 七哥 看样子我们的夜宵是没办法吃了 没事 现在已经知道了子弹头的下落 我看还是将事情告诉陈哥吧 咦我们俩是解决不了了 有陈哥在 我们哥几个心里都有底气 随后我们两人来到了陈哥的办公室 只见陈哥一脸阴沉 你们是为了小丹的事吧 我听刘总说了 让他去干采购 没想到给我采购到菠菜场去了 真有他的 陈哥 可能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前段时间阿森老王天天带着子弹头到处玩 估计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阿七说完我朝着阿七使了一个眼神表示感谢 我知道阿七这是在帮子弹头说话 这个时候了还帮他说话 给他机会不知道珍惜 直接给我死外面散了 见陈哥动怒 我和阿七两人没再多说什么 办公室里陷入一片死寂 怎么不说话了 皮眼子 说说你的想法 陈哥 我想找到子弹头 我话说完陈哥无奈的摇摇头 陈哥 其实子弹头只是有点傻 其他也还好 最开始思梦的事情子弹头也是被坑了 至于皇家丽华的冲突也只是想要报仇而已 并且他也是有功劳的啊 行了行了 真拿你们没办法 不过这次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想想应对之策吧 陈哥 可能森哥和王哥知道一点具体的内幕 我先去那边问一下 看看他们那边是怎么说的 结果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刘总便打来了电话 就我这边可靠的消息 现在可以确定子弹头是从水房拿了钱 人被抓住走 现在你带钱去魏家的水房那边问问 看看他们怎么说 好的刘总 我知道 不对啊 要只是子弹头拿了水房的钱 水房那边一定会让他联系我们给他送钱啊 七哥 你怕是不了解这小子 他上头了会把手机这些全卖了 想联系我们都联系不上我们 你还别说子弹头还真的能做出这些事情来 行了 你们就按照刘总说的先去水房试试运气 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给我汇报 从陈哥的办公室出来后 我立马返回我的办公室取了两百万 随后和七哥赶去了亨利水房 结果对方一听我们不是来换会的 立马把我们赶了出去 我这里是开门做生意的地方 不是打听人的地方 再不走我直接让人把你们赶走了 要换做是往常 水房的人这样说话我们一定不会惯着他们 但没办法 于是我们只能返回公司将消息告知了陈哥 结合刘总和你们看的 看来水房的人也不仅仅是要钱这么简单 现在我们需要打入魏家水房的内部 这个是目前也只有皮炎子能做 这不是把皮炎子往火坑里面推啊 进了水房的人有几个能正常出来 活着出来的都得了精神病 我不同意 直接让子弹头死了算了 阿七说完陈哥双眼看着我没有说话 呵呵 七哥 我们这些人都是注定了的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我当然怕 但是我不去 子弹头必死 见我这个时候还能笑出口 阿七气不打意出来 一巴掌直接扇在我的脑袋上 前面将皇家力滑的时候 我就说过关于水房的危险程度 比原区力可高太多 这里就不做过多赘述了 我知道阿七是担心我保护我 但人生之中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不知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不知道你的决定是不是正确 你再考虑你下巴 要实在做不到直接退出 子弹头死就死吧 你已经努了过了 问喜无愧就行 去休息吧 明天给我答复 陈哥说完我点点头走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睡醒后 陈哥便将一些具体的操作细节讲给我的听 随后我便从保险柜里拿了五十万出来 准备下楼的时候碰到了陈哥 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 反正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那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记住 要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一定放弃 我们都等你回来 四小姐也不想看到你出任何地外 我点点头 陈哥拍了拍我的肩膀随后帮我摁开了电梯门 从现在开始 我没有任何队友 没有任何帮助 一切都只能靠我自己 抵达亨利后我直接来到了昨天堵桌前 见我来后 昨天观战的那些人再度朝着我身边靠我 大哥 你牛啊 昨天过三关搞了一百多个 今天又准备过三关啊 怎么可能天天有这个运气 今天只是过来玩玩 说完我将带来的满妹放在了桌面上 开始慢慢玩了起来 演戏就要演拳套 你可能上来就缩哈 那样太假了 一开始我通杀五把 直接来到了一百万 眼见差不多了 我也就一把缩哈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把我就输了 兄弟 我早给你说了 赢了这么多把 要换一桌你不信 这么好的运气浪费了 听着众人的说笑声 我冷眼看着眼前何观 随后缓缓将我自己的右手压了上去 老子今天就不兴致的鞋 我压手 发牌 呵呵 先生你好 我们这边直接收马内 还望多多理解 不要废话 觉得老子没钱是吧 老子的手先压在这里 一会儿我就让人送钱过来 五十万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边没有这个先例 听闻此话的话 双手疯狂地垂打着堵舵 一副书鸡眼的样子 这是身旁一个穿着西服的男子 拉了拉我的衣服 老板你可以去换汇那边先拿的 走 我带你去 我一看他就是个跌马仔 嘿嘿 上钩了 立马起身跟着他朝着换汇处走去 说好听是换汇处 其实就是水房 你先给我拿五十万 老板 第一次就拿这么多 有抵押的东西吗 诺 这是五千七百的车钥匙 光这个可不行 还需要购买凭证证明是你自己的车 要不这样吧 你先拿五万 看不起谁呢 老子差你这五万 拿五十万 我现在打电话立马让人给你送过来 说完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小黎的电话 让小黎送钱过来 你先把钱给我 一会儿到了之后我给你 不好意思 没有抵押的东西单笔最多五万 老子昨天从这里搞了一两百万 还会差你这五十万 痛快一点 我话说完昨天的解决我们事情的保安文声赶了过来 在了解事情经过后在那个跌马仔耳边低声言语了一番 确定要这么多事吧 可以拿手续费百分之五 日日利息借款的百分之五 随便随便 你还多少多少 反正等会就给你了 我话说完水房放贷那人直接扣除了百分之十费用后 递给我四十五万 我回到了刚在的桌前开始玩 而那个跌马仔又喊了一个小弟跟在了我的身后 没多久 小黎将钱给我送了回来 我直接将钱丢在了地上 拿去 还给你们的 特么的 五十万还派人盯着我 真他妈会气 小黎你先回去等我电话 话音落下 小黎转身离去 等小黎走后我这边依旧人生鼎沸 没过多久我成了穷光蛋 我又找水房拿了一百万 不过有了刚才小黎的那一处 这次就很快了 拿到后我直接拨通了小黎的电话再送一百万过来 老板 其实不着急的 你可以慢慢玩 呵呵 必须的 免得有人觉得我没这个实力 哈哈 不会 老板你都没实力的话 那谁还有实力 来人 给老板上皇家礼泡加高吸吧 老板 叫我小魏就行 话音落下水房那边立马将东西拿来 没过多久小黎又将一百万送了过来 就这 小魏一直伺候在我的身边 不过我还是输了个金光 又让那个蝶马仔给我拿了两百万过来 一直玩到凌晨三点 我自己带过来的两百万干干净净 还背上了水房的两百万欠款 老板 今天也差不多了 养足精神明天再战 我相信老板一定是财运亨通 大杀四方 呵呵 借你吉言 好了 带我回房休息吧 抵达爹妈仔准备的套房之后 在房间里弄出一点动静后 我捏手捏脚地走到房门口 听着门外的动静 我捏手捏脚地走到房门口